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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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何等奇妙救助是耶稣我主 他真是我奇妙的主 他帮我灵魂深藏盘世之中 得惜了如江河无穷 他藏我灵魂在盘世洞穴里 如干渴之地的银笔 他藏我生命在他的塞里 用他却难受来扶持 用他却难受来扶持 何等奇妙救助是耶稣我主 他过去我一切中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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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不动摇引游 永不振兵 以身力量是他所赐 他靠我灵魂 在盘世洞穴里 如干渴之地的硬币 他藏我生命 在他的慈爱里 用他全的手来扶持 用他全难受来扶持 时时刻刻 他赐我恩惠无求 他离忧愁满我心中 当我被提示一顶 大声歌颂 奇妙救助 黑的尊荣 他藏我灵魂 在盘石洞穴里 如干渴之地的硬币 他藏我生命 在他的慈爱里 用他全难受来扶持 用他全难受来扶持 船上生死 衣裳我要回他面 就在空中向他朝间 知名人 愿与众生徒一起 歌唱欢呼 完美久而 奇妙爱主 他藏我灵魂 在盼石洞穴里 如干渴之地的银笔 他藏我生命 在他大慈爱里 用他却能生来扶持 用他却能生来扶持 他藏我灵魂 在盼石洞穴里 如干渴之地的银笔 他藏我生命 在他的慈爱里 用他却能生来扶持 用他却能生来扶持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12月4号星期六 很开心今天早晨 可以跟大家一起在线上灵修 今天活泼生命的进度在提摩泰后书二章 十四到十九节 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耶稣 孩子来到你的面前 愿你透过宝贵的话语来滋养我们的心灵 带领我们再次思想你的救恩 仰望那为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 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 忍受十字架的苦难 主啊 孩子感谢你 我们都成为你面前的喜乐 我们也因信复活的主基督耶稣 得以重生 也求主帮助我们持续成圣 远离不易 让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与依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声量 使我们能试破各样诡计与计谋 不随从各样的异端 以温和待人 存心忍耐 以温柔劝戒人 使人明白真道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大家平安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第十四节 保罗提醒年轻的提摩太 如何处理以弗所教会当中 所发生的这些异端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在谈论耶稣复活的真理上 出了一些状况 保罗在第十四节中提到 要提摩太使众人回想的这些事 是哪些事情呢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就是昨天的灵修经文 在第八到第十三节的内容 那里面提到的就是说 耶稣的复活 耶稣是大卫的后裔 他为了众人的罪上了十字架 三天后死里复活 战胜死亡的权势 我们这些得着救恩的人 就是与耶稣同死也一同复活 这个真理永远都不会改变 那就算有人失信了 那神仍是可信的 这仍然是绝对的真理 为什么要一直反复不断的去思想真理 就像保罗提醒提摩太的 那这件事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那我们让思想到 最近台湾为了四大公投的提案 正在正反的思辨当中 无论哪个议题 正反方都站在不同的脚步 看待同一件事 最后都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反正无关乎真理的事 大家就支持自己想要支持的理念吧 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看 真理真的可以选边站吗 真理可以选边站吗 我想是不可以的 真理不可以选边站 我们只能选择站立在真理的这边 但要怎么样分辨才是关键 就像是要怎么样分辨 尾钞 最好的方式 就是一直不断的去摸 真的钞票 因此当假钞出现的时候 一下子就能够分辨的出来 所以我们要成为那喜爱耶和华律法 并且昼夜思想的有福之人 这是对我们都有益处的 然后不要在言语上在真道与人起真境 特别对于还不太能明白 真理是非对错的人 更是要小心 而且属灵生命还不是很成熟的人 免得败坏这些听见的人 使他们没有站在真理的这边 保罗劝戒提摩泰要当心 年轻气盛 以至于他在言语上要保守自己 不要与异端人士落入血气的竞争 多说无意 不必一直去研究假钞到底长什么样子 因为假钞只会一直不断的推陈出新 防不胜防 所以不必管那些歪理啊 第十五节 只管按着正义分解真道即可 不是自己的意思乱解 最出名的例子就是 耶稣在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魔鬼很熟悉神的话语 但只是照着魔鬼自己的心意去做 他用自己的心意去分解这个真道 然而耶稣三次用正义引用经文 连续打脸魔鬼 胜过了试探 第十六节 保罗要提摩太做一个行动 这个是什么样的行动呢 就是要远离并且闪避所谓的世俗虚谈 那是什么样的世俗虚谈呢 那些好像很有智慧高深奥妙的话语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保罗知道 若人不是为了使人得着救恩之事 那之后都将失去了意义 只会使人不进前又远离神 所以我们看第十七节 大家如果有印象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的时候 就有提到这个人 许弥乃这个人 他因为传讲异端的话语 已经被赶出了教会 圣经里面提到 将他交在撒旦的手中 就是赶出了教会 但你们有发现 这里提到他的话语 有多大的负面影响力 即便他已经被赶走了 他的画人像面笑一样 不断不断不断的在发起来 一直一直影响着整个教会 整个以佛所教会的人 整个会友 也都好像是得了那个传染病一样 像毒疮一样越烂越大 不断不断的扩散 影响了许多的人 所以异端的思想 真的要非常小心的去应对 千万千万不要呼吸养奸 之前在我们教会 就也有遇到异端渗透的事件 这件事情造成教会 蒙受极大的亏损 因为异端带来的谎言 在教会不断的流传 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制造了许许多多的纷争 最终要把他们锁定的人带离教会 但感谢主的是教会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并将这个异端人士赶走了 赶出了教会 平息了整个纷争纷扰 虽然我们不是异端 但也提醒自己 我们自己要警醒自己的话语 警醒自己的口舌 特别是那些与事实不符的话 不负责任的话 我们千万不要传舌 一定要去确认再确认 不要背后讲人八卦 对人说三道四 话语仍会持续影响着整个团体 即便过了许许多多的时间 它仍然会带来破坏 让整个团队的合一被破坏 带来许多的分裂 这是神所不喜悦的 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八节 这里提到许明乃等人 所传的异端学说 就是在攻击耶稣复活真理的教导 虽然异端防不胜防 但我们不必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在第十九节这里有提到 因为神已经将根基立住了 那这个是什么根基呢 这根基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所以各位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千万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就离开教会 离开耶稣 离开我们的神 你反倒要时常与教会肢体连结 并且连结于元首基督 这样才能够保守我们在真道上站立的稳 所以最后保罗也提到了 信主之人要离开不义 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的 那这个信呢不是信主的那个一时半刻 这个信是持续不断的信 也就是说穷极你一生都要不断不断不断的去信下去 那这个持续的过程呢 也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 也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做的事情 那得救成圣的过程 这个门是窄的路是窄的 我们要努力用力竭尽所能的才能够进入 所以我们要小心 穷极一生都不断的要远离恶事 就是那一些不义之事 不讨神喜欢的事情 切记 主是认得谁是属祂的人 主认得谁是属祂的人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当中也提到了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祢的名传道 奉祢的名赶贵 奉祢的名行许多义难吗 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所以这段经文里面 不断不断的提醒我们 也提醒我自己 不要把你生活生命的重心 只摆在你所做的服饰上面 服饰很重要的确 但是更重要 神更在意的是我们这个人的本身 我们不要忘了将我们的生命 还有生活的主权 全然的交给主 耶稣不仅是我们生命 生活的主 是我们的救主 他更在意的是我们是否全然的 献上成为国际 那我们的一生都要遵行天父的旨意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我想这就是我们对神爱的表达了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 感谢你 透过今天的经文 带给我们许多宝贵的亮光 让我们可以持守真道 远离不义 在教会这基督身体的里面 彼此以爱连结 用温和不与人真敬 行事为人 与蒙昭的恩相称 凡事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 互相宽容 用和平 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 和唯一的心 主我们赞美你 谢谢主耶稣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